為什麼我的車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怠速會上上下下動 甚至會抖動啊 會熄火 這通常都是節氣門台湾造成的 我們就請阿興師傅來幫我們 親一台Lavina的節氣門 來告訴大家為什麼節氣門會變髒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悲劇房 它是會有脆弱性 然後會有油氣跑到這裡面 然後可是它這裡只有變髒 兩個事實在放鬆 然後直接廣告裡面放鬆 這兩個事實在 然後我們目前看到阿興左手上面的那一顆 就是電子節氣門 這個就是電子節氣門 它要用手機慢慢的推開 它一隻手撐住 那一隻手插 然後離上的稍微插 不要插太用力 因為它旁邊其實還沒有一個膜 就讓膜用力給它插掉的時候 它轉速會太高 然後你就降不下來 所以簡潔就要不要這樣 等一下做完的時候一定要做設定 設定 設定的時候要怎樣 開電腦設定跟手動設定 開紅火往等三秒鐘 油門踩五下 六下放掉 再等七秒鐘 油門再踩到五 然後等部長燈 亮 再閃部長 閃完 全部放掉發動 一般設定 所以我溫度要達到工作溫度 速度就OK 希望等到八十秒 電門開 等三秒鐘 油門踩五下 一、二、三、四、五 放掉等七秒 一 油門踩到底 等十秒左右 看你警部長燈會不會閃 沒有再閃 這代表失敗 再重做一次 再閃部長嗎 一直閃一直閃 代表它是沒有部長嗎 它有它會閃 兩馬 閃完不會閃 油門放掉 發動 那就好 它轉 沒有設定 它轉速會很高 有時候工作溫度 沒有到達七十度 七十度 十九十度之間 然後就做不起來 現在就OK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這方法呢 其實普遍是用於 像是 Missan Sperger 其實Lavina Extrail 或者是 T打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設定 但我們現在先把 電腦的方法解決 就是說先跳過 電腦其實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阿其實有電腦的話 其實按進去就可以輕鬆的設定了 所以也不用刻意去繳這樣子 覺得我們影片對你們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們點擊訂閱阿 Youtube頻道的訂閱阿 或者是在IG有看到我們 或者在FB有看到我們 這些都可以幫我們訂閱 關注阿 或者按讚分享 這些都可以幫到我們 阿當然我們也一定會 一直丟很多 對你們車主有幫助的影片 可以讓你們可以獲得更多知識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固定在禮拜時候 禮拜三跟禮拜六的晚上八點 就是上傳 然後讓你們可以準時的收看我們的影片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阿 謝謝你們的收看 掰掰